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好的浪子回头呢 吃完了鸡 刚好五斤 我这才回到了家 坐到书桌前正式开始读书 好的 正确的行动永远不嫌晚 但读着读着 人就慢慢趴了下去 我跟自己说 睡个十分钟就好 完了 错误的判断永远不嫌少 才一闭眼 手机就响了 这么晚了 谁啊 一接起来 是我爸 就听他在那头哭呢 话都说不清楚 什么事这么严重啊 他赌博输了钱 欠了好几百万的债 现在人在跑路了 哎呀 这晴天霹雳了 这时电话来了插播 是我妈 来安慰你 不 我妈来通知我 她已经再婚了 今后我的生活费要自己想办法 好 一家人大难临头各自飞了 这一切来得太快 我惊恐不已 定角竟然长出了几根白发 我这才领悟到 终究只有自己的努力靠得住 我赶紧翻开课本 死命的读 死命的背 这回是真的痛改前非了 恍恍惚惚见我一抬头 天就亮 对 天是真的亮了 原来刚才全是一场梦 我只是睡着了 哎呦 时间都给你浪费光了 你这样考试肯定不会过的 不 我的病角是真的白了 但书里的内容我也全都记下来了 好个风回路转 那事不宜迟 赶快出门 出门干啥呢 考试啊 已经又是黄昏了 还是大梦一场啊 三经灯火五经机 正是男儿读书时 黑法不知勤学早 白手方悔读书池 这浅显易懂的一首七言绝句 揭示了人生短暂 学习应该趁早 在有限的生命里面 抓紧时间 勤奋学习 不要错过读书的好时光 诗的作者 严真卿 是著名的书法家 严真卿自己 就非常的勤学 少时加贫 没有指用啊 就用笔 沾着土水 在墙上练字 这样的书法成就 绝非浪得虚名 严真卿的字 以风鱼雄浑 解体宽薄 鼓励囚禁 著称 是称 严体 见字如见人 严体书法 是初学者临摹的 重要范本 安史之乱 他的侄子被害死 严真卿 祭奠侄子 在心情极度悲愤的情绪下 写出被后世赞誉的行书 继执文稿 由于书写时 心情难以平静 内容随情绪起伏 致使使有涂抹 也顾不得笔墨的功卓 完全属于精神 和平时功力的自然流露 是极具史料价值 和艺术价值的墨基原作 严真卿正直 在官场中知无不言 也因此受到忌惮 而遭贬值 后来也死在 招府叛乱的任务之中 不过传说 严真卿修炼道术 埋葬之后 因为要迁葬 这棺木里面 居然没有人 师姐成仙了 也因此受到忌惯 会员到忌惯 如果有点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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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